林志坚新竹球场的启示,从林哲轩铺球后笑称要退休到医师建议开刀本季报销,大家别当公共工程白老鼠啊,都好,分享,7月26,2022,林志坚蔡英文联手开光的新竹球场造成球迷不满外,最严重的是导致飞铺接球的林哲轩受伤,他当时说这一铺,我也差点退休,后来检查发现左肩关节纯撕裂伤,若手术可能要8到10个月恢复期,由于林哲轩将满34岁,开刀加上附件对任何一个职业 选手来说,都是莫大的灾难,图片说明,非铺接球的林哲轩检查发现左肩关节纯撕裂伤,林哲轩之所以受伤,他表示铺球后有点定感的感觉,因为正常来说草皮铺下去应该会稍微滑行,但新竹棒球场的外野草皮却没有缓冲的感觉,报道说原因可能是草皮没有撒到足够的水分,在施工部分喷灌的半径并没有算得很准确所致,草皮还有个问题是外野都有大颗石头,实力层较为明显,相关讨论非常多了,我就不赘述,看到球员用生命打 球又付出如此代价,感到非常遗憾,我曾经是中华职棒球迷,当年投手防御率,球员打击率等各项资讯如数家珍,那时记忆力又很好,连排名,小数点都记得,各球队胜负差都很关注,直到职棒签赌案大爆发,当年黑道介入职棒非常猖獗,组头配合黑道要球员放水,职棒得多起签赌案,黑鹰事件,黑像事件让大批有大好前程的球员完蛋,从宿舍交易厅大家都在看转播,到签赌案爆发后大家失望透顶全都散了,只剩我在那边� 转来转去看台湾棒赛,黑道甚至猖狂道行刺已故教练徐声明,此后,我对台湾职棒就失去兴趣,偶尔看看MLB而已了,台湾职棒经过多年风风雨雨,许多球队解散,一主,总算曾解散的魏拳龙又复活,没想到不幸地选了个问题多多的主场,50多年前红叶绍棒必须在极艰苦的环境中打棒球,没想到50多年后,职业棒球队还要用职业生命当代价,也有评论说球员应该先考虑保护自己而非展现美技,这套论调在� 听收音机转播的时代时,就已经听过许多球评讲过了,其实这也没错,台湾的公共工程在第一次剪彩时就是不建议直接使用的,就像报道说雪山隧道举行过至少6次贯通典礼,11次剪彩大会,光剪彩就耗资千万以上,多次剪彩后,又应重装紧急消防,救灾系统等问题再度关闭,如果以为一剪彩就可以直接用,那就会遭遇心血彩三下的厄运,总之,许多评论认为论文们对林志坚没什么伤害,新竹球场才是第一个重伤,我基本上认为台湾 学术伦理就是一坨史,根本没人真正在意,至于所谓新竹球场的伤害,民进党党国体系护体的林志坚,他选赢还是有可能,至于选输会不会入阁,看苏珍昌就知道了,Blackjack2022年7月26日,终止林哲宣永铺新竹球场天堂路代价惨重本季恐报销,2022年7月26日18点13分联合报记者,陈婉金,及时报道,富邦汉将